修林相公所殡葬管理所在三站社区召开部落会议 行使同一权来兴建纳谷墙解决墓地不足的情况 同时获得了族人一半的同意 而今年就开始登记公墓起决的这个登记作业 并有120户是已经同意进行公墓起决 修林相公所殡葬管理所经年度相当的积极 向部落宣导行建纳谷墙的政策来解决墓地不足的情况 而这次三站部落也已经行使部落会议同意权来兴建了 目前的阶段则是向150户加户签订取决的同意书 让有一处空间来兴建纳谷墙 我们公所制定一个就是取决火化及置入纳谷柜的相关的补助事宜 这也公告,公告9个村了,全乡都知道 那现在就在针对三站的部分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,自己那边召开一次取决火化的说明会 我们会分布一些地方,应该是集中性的一个地方来做取决区的范围 现在部落那边主人也非常支持的案子 目前就是我们预定要取决150具的墓基 目前一定有120具是同意的 还有30具的目前还在我们逐步去克服说服他们 如果可以的话,当然是有一个地方,一个地方完整的地方来做一个局部纳谷墙的建制 休闻山公所冰藏管理所所长林家文表示 三站部落部分有120户同意的 还有30户还要积极沟通说明 希望大家能够配合公所的政策 逐步完成冰藏多元化的政策 让主线有个安心的地方 让后人来祭拜 记得终于休想不到